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迪花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重大更新 1117話 日文版標題是某 英文版標題是A 線索範圍說字三大可能性 或200再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在海賊王1117話中 我們看到貝加龐克廣播最後一句話是 想留給名字裡面有D的人 他說了你們當中有一個人 最後只有說出一個日文單字某 然後廣播就中斷了 而這個日文單字某有太多種猜測了 而最近海賊王又有一個提示 這提示把線索集中在很小的範圍了 那就是海賊王官方英文的標題是A 意思就是這句話的日文標題是某開頭 英文是A開頭 那答案範圍就減少很多了 論壇看了一下 有人把大致上的日文英文對照排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符合條件的有蠻多個的 畢竟A不代表是開頭D句話 K是什麼什麼A之類的 但每個都分析就分析不完了 畢竟一句話還有很多種意思可以講 我們挑幾個最有可能來講 如果第一個英文字要A開頭的話 另一個再次還有是最有可能的 我們挑最有可能的另一個來講 當然不要硬要A開頭的話 也許待會也都有可能 開始分析前要知道 世界政府是懼怕DZ組了 畢竟他們800年前就是敵人 且要在貝加龐克能夠知道的資訊下去分析 畢竟貝加龐克不可能知道所有事情 以這些基礎下去分析 第一個可能 另一個 貝加龐克說 你們當中有一個人是另一個喬伊波伊 意思就是繼承喬伊波伊的意思 這可能把前面的廣播接起來一點都不曉悟 畢竟前面都在講喬伊波伊的故事 阿甲跟二十國的抗爭 然後除了海賊王羅傑那段 上一段就是在說 喬伊波伊想把古代兵器給後代繼承 意思就是這段很可能連接的就是 要找喬伊波伊的接班人 且很有可能會繼承古代兵器 事實上現在DZ組幾乎霸占了所有古代兵器 黑屋子一人就要去奪取兩個 海王和冥王 畢竟卡里布就是要去告密 且他就知道這兩個 之前也說過 八旗高紀律也是DZ組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這篇 如果他也是的話 那麼他也很有可能去爭奪古代兵器 畢竟他們有老殺這個人物 而魯夫不用多說 雖然他在前面放棄了冥王 但那應該只是劇情推動而已 不代表他不會真的取得冥王 劇情演到最後 很有可能傷亡都在他那裡 冥王被奪走也沒差 他們還有佛王吉知道設計圖的伏筆 可能佛王吉可以製造出冥王 當然繼承方面不一定要是拿古代兵器 畢竟龍、煞、龍、羅 這些人都不會去爭奪 有可能是只搬倒英姆大人的那種繼承 另一個應該是目前最合理的答案 從日文某再到英文A開頭 再到連結DZ組的意義 第一 你們當中有一個人是另一個喬伊薄伊 再來我們來看看其他不是A開頭的可能 第二個可能 也許 貝加龐克說 你們當中有一個人也許 這也許有很多種可能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人也許是能夠改變世界人物 事實上這個世界就需要被改變 從世界洪水災到 半島伊姆大人 這些都是必須被改變的世界 而紅土大陸高機率勢必要被打碎 那也算是改變世界 但這也許有太多種可能了 留給留言區發揮 第二 你們當中有一個人也許能改變世界 第三個可能 帶回 貝加龐克說 你們當中有一個人能帶回 一樣有很多種可能 像是能夠帶回古代兵器 或者是能帶回戰爭的勝利之類的 有超多種可能 但這些都是很好把DZ組宿命給表達出來的答案 第三 你們當中有一個人能帶回古代兵器 以上這些就是我對於巨子組合的方式了 我覺得命中率還是沒有很高 畢竟這些巨子組合應該有幾百種以上 每一個又有很多種意思 要猜對太難了 但如果是結合前面劇情來看 這三個或許是最佳的幾個選擇 大家覺得有更好的組合嗎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秀給大家看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見 掰掰